轮流当犹太人 有一次读到一篇文章 讨论为何以色列在这么多不友善的国家 视为环绕的情况下 不只几乎屡战屡胜 经济还能够蓬勃发展 作者归纳关键原因在于直来直往 有话直说的文化 主要是直接了当地指出问题点 才能够在战场上迅速反应 避免错误的发生 这种直来直去的文化 很适合在生死搏斗 挥赢不可的生存之道 但相对而言 欧美文化比较强调双赢 而台湾日本的文化 强调婉转和谐 只是很多事情 经过不断的宫廷会 讨论再讨论 常常最后就不了了之 没有结论 我曾经参加 也主持过许多会议 发现以和为贵的文化 真的很普遍 大多数人人花言都很小心翼翼 生怕得罪他的 以至于常常听不出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特别是一些很奇怪的提案 很明显的可能是为某些 地义团体或个人提出来的 可是一旦提出来的 大家就不愿意公开 质问当坏了 不过私下问的话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意见 当然 别人羡慕专制文化 一声令下 整个曾说风就风 说猜就猜 说见就见 好像很有效率 但这种专制文化的高效率 一旦决策错误 互作用非常可怕 所谓科正满于虎 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 就是近代最鲜明难忘的例子 虽然每一种文化都有优点与缺点 只是我个人对专制文化是敬而远之 不过老实说 虽然很羡慕以色列人的效率 但和他们相处 总是有种被定时自驾的感觉 真是不好受 日本人彬彬有礼 让人很舒服 但讨论事情的回应都是 是却不是真的是 决定的步调之慢 也是很挑战 所以我认真思考 是我能够设计一种好的方法 融合和谐双赢与有话直说的 两种看似矛盾的文化 让团队能够很敏锐的察觉问题 避免错误 但也能够有和谐的团队关系 有一次看到一本书 他提到 没有缓对意见的会议 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会议当然是一定要有决意 而且之后要有执行才会有意义 但绝不应该是 概以橡皮图章的形式会议 除了决议以外 会议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 让各方的意见看法 能够汇集与讨论 让决议能够更周全 避免盲点与问点 提高执行的成功率 但是过度和谐的会议常常隐瞒 没有显弱的盲点 于是我运用六顶帽子的戴帽子原理 教学生在他们的会议当中 轮流指定一个人当犹太人 这个犹太人的任务 就是专门提出反对意见 若提不出反对意见的人 基本上就不太适合成为团队的意愿 轮流的用意非常重要 才能避免每次都是少数几个人在唱反调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对立 每个人能够轮流唱反调 不是特定的人 就能够慢慢形成透明敞开的会议文化 让大家习惯了 而且渐渐会体会到不同的意见 其实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效的做好决定 整个社会的效率也就会大大提升 这个犹太人会议的方法 真的非常有效 我真的很推荐你用力去试试看 我是蔡元聪老师 希望这个分享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